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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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主题排列 排列如果说要从考题来分的话 它大概可以分成这三种类型 第一个叫做完全相异物的直线排列 那第二个叫做不完全相异物的直线排列 第三个叫做重复排列 那我们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今天有ABC珠 这四个人或者说四件不一样的物品 要排成一列的话 那这个排成一列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边有四个位置 然后呢 你要把这个ABC珠把它排入这个位置里面 那排列跟组合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 排列我要考虑它的先后顺序 因此它是用长的 那组合呢 我不用考虑它的先后顺序 这是排列跟组合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那如果说我要把这四个ADCD这四个符号呢 四个文字把它填入这四个空位里面 很明显的 这个第一个位置应该是四种方法 那第二个位置呢应该是三种方法 第三个位置应该是两种方法 那最后这个当然就只能填一个 那因为它是连续的动作嘛 所以它这个就是长 那我们就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四个文字填在四个位置上面 那它的方法呢就是四阶长 这个叫做完全相异物的指线排列 那如果它是不完全相异物 好比如说AABC 如果你用AABC来做排列的话 那因为它有两个相同的字母 那你AA 第一个A排左边跟第一个A排右边 其实看起来是一样的 因此呢它的方法 就不是用这个直线排列的方法来算 它应该是把这个直线排列数呢 它应该就是四阶长除以多少呢 因为这两个对调呢 它的顺序也是重复算的 所以你要把它除回来 四阶长除以二阶长 所以它全部排出来的方法 应该就是十二种而已 减半不是这个二十四种 这个是二十四 这两个最大区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不完全相异物 直线排列的时候 你要把两个重复算的 顺序把它除掉 那当然这个符号啦 或者是文字啦 它可以再多一点嘛 这是第二种类型 那第三种类型它是重复排列 重复排列呢 好比如说 我今天写数字 我要写一个三位数好了 那我用一到九 一到九呢 要排成一个三位数 然后这个三位数呢 它是可以 数字是可以重复的 我可以重复写 比如说像一一一啦 一一二 数字可以重复写 那这样写出来的数字呢 总共有多少个 好 那因为数字可以重复使用 这个叫重复排列 所以你看第一个位置 这个百位数呢 它有九种方法 十位数呢 一样是九种方法 因为数字可以重复使用 那这种填数字的屏幕 当然我们最后还要区分的 到底这个数字有没有含零 零有没有在这个数字里面 那这个东西我们在后面的提醒 当然就会讲 那比如说像这个 个位数字 当然还是九 所以你看哦 如果数字它是可以 比如说数字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那我们在算数字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就叫做什么 重复排列 好我们接下来看 讲义的77页 范例3 如果是数B的话是在90页 一样是范例3 这个是完全相义物的一个排列 那也是属于生活情境上面的一个应用 那通常这种生活情境的考题呢 其实大部分你要注意它题目的叙述就可以了 那它的难度呢 应该不至于太刁砖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醒 他说 某人呢 买了五种不同的盆栽 五种不同的盆栽 然后呢 要来装饰他自己的阳台 但是他有规定 你要从这五种盆栽里面呢 至少选三个 好 从五种不同的盆栽呢 至少选三个 那 因为你可以选三个 可以选四个 可以选五个 所以这个题目 如果你是用 排列的符号来写的话 就是批五取三 选三个出来排嘛 因为盆栽不同 那可能排的顺序也不一样 所以批五取三 或者批五取四 五种选四种 或者五种选五种 因为他说至少选三种 那这个计算呢 批五取三 就是五乘四乘三 同学如果忘记符号的运算 那这个当然很严重 不过你可以这样想 你把它想象成 我这边 比如说我要度质的时候 我是放三个盆栽 还是放四个盆栽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应该就可以把这个题目解出来了 因为你看哦 如果我要放三个 五种盆栽嘛 所以这边就是五乘四乘三 如果像这一种呢 那五种盆栽 五四三二 应该可以比较直观的 用这样的方式来想 所以呢 如果是批五取四 他应该就是五乘四乘三乘二 批五取五 那当然就是五四三二一嘛 就是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 就是五阶层 你可以用阶层的符号来做运算 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写 那这样子你把这个方法写出来 那计算小心 那应该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 这是第一种 你要用排列的符号来做计算 第二种方式你可以结合我们的组合 组合符号的运算 那因为是复习的课程 你必须把这两个符号把它统整起来 因为比较复杂一点的题目 有时候他可能必须要用组合的符号来辅助 这样你在解题目的时候才会比较顺畅一些 特别是在纪律那个地方 纪律那个地方通常都是跟组合符号相关的 好那第二种方法呢 如果你要用组合符号 这个P5取3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要把盆栽选出来做排列嘛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五种盆栽里面 选三种出来 然后把这三种做排列 三个盆栽排列的方式就是三阶层 所以这个P5取3 它就是C5取3乘上三阶层 然后同样的P5取4呢 就是五个盆栽里面选四个 然后排列乘以四阶层 因为四个盆栽 然后呢C5取5乘上五阶层 好一个是用排列的方式符号 一个是用组合符号来 来做计算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范例四 一样是在第77页 那如果是数B的话 是在90页的类体 第一题 这个题目提出来讲是 我们在算排列组合个数的时候呢 其实可能会用到一些集合的运算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集合运算 然后如何去求那个个数 像这个题目 它也算是一个经典的办例 它说假设有六个人排成一列 要搭公车 然后呢它规定 假要排在第一位 而且呢已不排在第二位 好如果你用集合来看 比如说这是全部的集合 这个A集合呢 代表假排在第一个 这是假排一 B 然后呢这个B集合 代表已排在第二个 假排在第一个 这个集合呢 我们叫做A 已排在第二个呢 这个集合叫做B 那中间这一块 应该就是什么 A交集B 应该就是 假排在第一个 而且已排在第二个 OK 这个集合 那你看喔 它题目说 假排在第一个 而且已不排在第二个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差几的应用 对不对 所以 假排在第一个 而且已不排在第二个呢 应该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是用 A集合的个数 扣掉 A交集B的个数 所以这个题目 它是一个差几的应用 差几的应用 那A的个数呢 就是假排在第一个嘛 假排在第一个的话 那假这边固定了 后面这边还有五个位置 那这五个位置呢 随便排都可以 所以假固定好了之后呢 剩下来的五个位置呢 五个人排进去 就是五阶层 然后呢 如果是假排在第一个 而且已排在第二个的话 这两个人固定 那后面呢 就应该是四阶层 四个人可以随便排 好 那这个方法呢 这是120 扣掉24 答案应该是96 好 我们再来看78页的范例五 相连的问题 那这个题目在数B的话 是91页范例四 相连的问题 也算是我们在讲排列的时候 一个非常经典的范例 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叙述 他说假设有甲乙丙等六个人呢 要排成一列 那第一个他说甲乙丙这三个人要相邻 好同学在处理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排列我们要考虑他的顺序嘛 可是他有规定说三个人要相邻 遇到相邻的问题 第一个你要先把这三个人呢 先把他有点是把他绑在一起 就是把他视为一体 把三个人视为一体 先一起考虑 但是考虑完之后呢 第一个 第二个因为他是排列 所以这三个人的顺序呢 你还要考虑 所以要考虑顺序 相邻的问题 你必须这样处理 先把这三个人呢 视为一体 然后呢 视为一体之后呢 再考虑他的顺序 那第二种题目 他说三个人要完全分开 好分开的题目呢 通常我们会用插入法 或者叫做插控法 插控法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题目 先看第一个题目 好六个人排成一列 但是呢 甲乙丙这三个人要相邻 那我就先把甲乙丙呢 视为一体 就是先把他当作一个人 先把他当作一个人 先把他当作一个人 然后甲乙丙 总共有六个人嘛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你把它视为一体 相当于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这边有四个位置 只能排四个位置 那你如果要这样子 用位置来看的话 好这边是甲乙丙 这样子 然后呢 甲乙丙 一开始你可以这样看 这三个人的座位 把它排在一起 那这三个人做 那我在一开始 我在对调顺序的时候呢 我就要把它当做什么 四个位置在做对调 那四个位置在做对调呢 应该就是四阶层 这四个位置可以对调 所以是四阶层 然后呢 再乘上三阶层 好这个中文的意思是这样子 这个四阶层呢 它是先把甲乙丙 四阶层 四阶层 然后与丁物己排列 先把这个甲乙丙 四阶层 然后丁物己排列 那排列的呢 它的方法当然就是四阶层 那后面这个乘以三阶层呢 因为你要考虑这个甲乙丙 这三个人的顺序 那这三个人的顺序呢 相当于这三个人在做排列嘛 所以后面这个 这个三阶层呢 是甲乙丙 三个人的排列 排列顺序 好 然后相邻的问题呢 我必须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考虑 好 这是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 那这个是二十四 四阶层的话是二十四 然后三阶层的话是六 所以这个答案是一百四十四 好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它说 甲乙丙这三个人要完全分开 我们说用插碰的方式 因为这三个人要完全分开 如果一开始你把这三个人 就拿来排了 那应该 他可能就会有相迷的情况 你如果没有考虑清楚的话 可能就会重复算了 所以呢 这三个人呢 我先不要排他 他先站到旁边去 我先排谁呢 先排丁物己 我先排丁物己 甲乙丙先站到旁边 然后丁物己先出来排 那丁物己先排的话 应该是三阶层 这个三阶层呢 是丁物己先排 好 排好之后呢 接下来因为甲乙丙这三个人要分开 因此呢 他只能插入这几个空位里面 他可以坐在这个位置 或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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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 相当于我现在有四个位置 然后三个人要坐进来 那他可以怎么选 当然 比如说甲 甲出来选的话 他应该就是一二三四 四种选择嘛 所以乘上四 乘上三 乘上二 这个乘上四呢 好 比如说排甲 甲要排进来的时候呢 他有四个位置可以选择 那接下来就排矣 甲做好之后呢 就排矣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排比 这一种叫做插控法 这样子比较不会 甲乙饼一开始排 然后排之后呢 又会重复 OK 那这个呢 三阶场的话是六 然后这边也是二十四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百 一样是一百四十四种方法 好 那第三个题目呢 甲乙饼 恰有两个人相领 这个题目应该有两种处理方式 应该有两种处理方式 你看喔 原本我这六个人呢 我这六个人 他如果排成一列的话 他应该是六阶层嘛 那六阶层应该是七百二十种 应该是七百二十种 这么多种方法 那这七百二十种里面 比如说这六个人随便排 是不是有可能 他会有三个人 通通排在一起 就是甲乙饼相领 有可能嘛 是不是有可能 他是三个人是分开的 那另外一种情况应该是什么 就是甲乙饼恰有两个人相领嘛 所以这个题目 你如果是用反面解法的话 我应该可以把它想象成 既然有两个人相领 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全部的方法 扣掉什么呢 扣掉第一小笔的方法 就是甲乙饼这三个人相领 再扣掉什么呢 再扣掉甲乙饼三个人 全部都分开的 那你扣掉第一种方法跟第二种方法之后呢 应该就是我们恰有两个人相领的方法 OK 那如果你要直观 你就必须要说 你要用正面解法 你可能就要考虑 是甲乙饼相领呢 还是甲乙饼相领 还是乙饼相领 那相领好了之后呢 你再用插红的方式 那这个正面解法呢 同学可以试看看 好 那再来我们看排列的第二种类型 就是有相同物的指线排列 或者我们叫做不完全相依物的指线排列 那这个题目呢 除了这个提醒之外呢 其实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应用 一个是走捷径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是做讯号的问题 那这两个题目呢 在我们的类题里面 同学一定要好好练习一下 那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79页的范例6 速逼的话是在92页范例5 好我们看题目的叙述 它说假设有一个游乐园呢 它有九节车厢 它的游园列车有九节车厢 那这九节车厢呢 编号1到9 换句话说这个车厢人家都不一样 然后呢 它每一节车厢呢 要画上一些动物的图案 那动物的图案应该都是相同的图案 比如说 它说有四个熊猫的图案 然后有三个企鹅的图案 还有两个五味熊的图案 那这样总共九个 可是呢 它又规定说中间这三节 好假设车厢是这样子 那中间这三节呢 它一定要有企鹅 五味熊 还有熊猫 那它要问我们说 那这个车厢呢 它总共有几种画图的方式 或者说它排列的方式 OK 我们要把这些图案 把它排在这个车厢里面 那同学看一下 一开始我们 因为它有规定说 中间这三节车厢 一定要各一嘛 契尔 五味熊 熊猫各一 因此呢 中间这三个车厢的排列方式 应该就是这三个符号 这三个动物的符号 是不是做排列 所以中间这个排列的方式 应该就是三阶场 OK 好 那我们本来熊猫有四个嘛 契尔有三个 五味熊有两个 那用掉一个之后呢 这边剩下三个 那这边剩下两个 这边剩下一个 因此 就是我再把这六个图案呢 排在我们前后 各三个位置里面 那排的顺序呢 因为它是相同物嘛 它图案是相同的 所以呢 全部的方法应该是三阶层 这个三阶层呢 是中间这三个符号的排列 这是中间 中间图案的排列 成上 总共有六个位置啊 六阶层 可是因为有三个是熊猫 它是相同的 然后两个是企鹅 一个是五味熊 所以把它重复算了呢 把它除掉 这个是不完全相异物的指线排列 那这个方法呢 这边是六 乘上 三阶层 这是七百二十 六阶层是七百二十 那这个是六 然后这个是二 所以 这个约掉应该就是六十 所以答案应该就是三百六十种 三百六十种 好 那我们来看排列的最后一种类型 重复排列 重复排列其实它的提醒呢 它有两种不同的想法 那其中有一种想法 它会跟我们后面要提的 那个分属组合的概念 其实会有一点类似 ok 那我们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在这个范例 我都稍微把它提一下 我们先看它题目的叙述 它说 假设有五个人 甲乙丙丁物呢 五个人要从台南到台北出差 然后呢 他们的交通工具 可以选择高铁 巴士 还有搭飞机 同学大概可以 因为这个是一个生活情境的一个题目 你看哦 比如说你要搭高铁 五个人可不可以同时搭高铁 应该可以 因为高铁不会只有在一个人 所以通常这五个人呢 你要搭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 你的交通工具 它是可以重复选的 因此这个题目呢 它应该是属于重复排列的一个题型 这样ok 好 那我们第一种方法呢 如果你是用重复排列的方式 那你看哦 第一个人 他是不是可以选择这三种交通工具的其中一种 所以 第一个人选择的方式 第一人可选 三种交通工具 你可以选择大高铁 巴士 或者是飞机 同理呢 第二个人 是不是也是三种 第三个人也是三种 第四个 第五个 所以这个应该是三的五次方 三的五次方 就是243种 好 这个是重复排列的一种计算 那我刚刚讲过说 其实这个题目 它也可以用分属组合的概念来看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因为有三种交通工具 我可以想象 我把这五个人呢 先分成三组 这五个人分成三组 好 比如说 因为甲乙这两个人比较好 他一定要在同一组 所以 同学你看看 其实在我们组合后面的题目里面 当他题目的条件限制多了之后 其实你 这个题目不单只是用排列的方式可以来算 理论上应该排列组合的题型 他应该都是综合在一起的 OK 好 比如说你看 我把这五个人分成三组 有没有可能这五个人同时搭一种交通工具 应该是可能吧 所以 好 有可能呢 500 是什么意思呢 这五个人呢 同时搭高铁 或者是同时搭巴士 或者是同时搭飞机 那这样的方法应该有几种 应该就只有三种 五个人 那这个至于说这个要怎么算 这个我们当然在后面的那个排列组合里面 就是在组合的题型里面 分组组合 我们再来看他实际上的算法 如果是像这一种的话 应该是只有三种而已 因为全部的人都搭高铁 或者是全部的人都搭巴士 或者是全部的人都搭飞机 好 当然可能是410 什么意思呢 有其中四个人搭高铁 一个人搭巴士 或者是搭飞机之类的 好 所以这一种提型 这种解离的方式 我们叫做分组组合 至于说这个分组组合 它要怎么做计算 这个我们在下一个主题 我们再来题